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來開的是 新芒濾杯的新版本 叫做新芒古池 那新芒濾杯一直都是網路上大家很 推崇的一個濾杯 那學長也蠻喜歡它的 那古池版本呢 算是新芒各色裡面 算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存在 因為事實上來說 新芒古池跟傳統的新芒 無論是什麼顏色 像超級多顏色嘛 對不對 它的燒製的搖廠不同 它的肋骨的形狀也不同 所以事實上來說 它是兩個不同的濾杯 當然它的有些個性上面 還是比較接近 但是整體的流速和風味的呈現 都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這是兩個不完全一樣的濾杯 那我這邊這個右手邊紅色 我特別選一個顏色比較特殊的 讓大家知道說這是 原始版本的新芒 那這個白色這一顆就是 古池版本的新芒 當然啦 其實古池呢 對我們這些愛器材人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說 哇 用古池來做濾杯 真的是一個奢侈的事 因為古池就是一個高級的材料啦 那當然它的美感上面 譬如說它的脆度啊 聲音的清脆度啊 就不太一樣對不對 包括它的透光性 因為它很薄喔 它的透光性特別的好 這些東西呢都 學長不多說了喔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一下其他的內容 那學長就專注在跟大家聊一下說 新芒古池它在風味上還有它的結構上面有什麼大差別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新芒古池呢它的最大差別在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它的落水孔 第二個部分它的熱骨 那其他部分其實差一點大 包括它的大小可以看到 其實呢兩個的 那個半徑直徑呢是差不多的 然後呢底座大小是差不多的 然後高度呢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 尺寸上面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但是最大的差別就是孔洞 可以看到這兩個孔洞 新芒古池的孔洞呢非常的小 那淵世版本的新芒的孔洞大很多 那這個勢必會讓你的風味的流速呢 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它的排水速度會降低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原因在於是說 肋骨其實也變不一樣了 那在原始版本的新芒裡面 其實肋骨可以摸得到非常的深 雖然兩個版本的肋骨都是16根長 16根短 都是密度非常高的肋骨 所以流速都不會太慢啦 但是呢 原始版本的新芒它的肋骨跟肋骨之間的這個 通道呢 是很深的 那新版本的股池 新芒呢 通道就沒有那麼的深 甚至於到了最底下 接近落水口的部分呢 是比較偏淺的 這邊是比較淺的 跟 原始版本的新芒比較起來真的是差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整體流速來說呢 原始版本的新芒一定會比較快 但是 也因為整體流速稍微拉慢了一點點 所以它配合一個比較小的孔洞 這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 我們還是用原始版本的新芒這麼大的孔洞的話呢 骨池新芒呢它的 擠壓能力 風味萃能力呢就會不足 但是呢當我的 流速變慢 孔洞也變小的同時呢 它仍然會有擠壓跟推擠 增加萃取率的效果 它的孔洞跟肋骨的 仍然是匹配的 這一點我不得不說 即使是新版本的新芒 仍然是非常有 充足邏輯的 符合充足邏輯的 它的匹配非常的重要 當肋骨跟孔洞一樣匹配的時候 整體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因為有匹配 所以比較不會有塞住 的問題 或是說你的流速忽快忽慢的問題 那從肋骨上面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兩個濾杯它的個性上面 這個濾杯會偏比較偏前段 前段會比較強烈 那骨池版本的中段 甚至於中後段 它的強度就會明顯變得很好 那根據這樣的邏輯 需要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 各位可以來參考一下 如果你平常 習慣用新芒原始版本的充化 那在面對極淺焙 或是像Gaisha這種 很硬很淺的豆子的時候 你 用新芒骨池來充足 其實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學長其實拿到新芒的時候就馬上做實驗 那 如果你平常用的是中焙 或是中偏淺焙 沒有超級淺的豆子 你原本學長示範的大水充法 就是原始版本大水充法 在新芒骨池裡面一樣可以使用 而且風味還是蠻好的 會稍微往中後段 多一點點 但是整體風味還是很OK的 那我把大水充法影片 放在我左上方的資訊欄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仍然可以套用在新芒骨池上面使用 那今天學長會要來示範的是一個 專門針對 淺烘焙 還有 Gaisha這種很硬的豆子的充法 搭配 骨池新芒跟大家講 真的是風味非常的好 萃取率很夠 而且中後段 可以有效的補足 一些硬豆 或是一些 極淺豆 容易空掉的一些充足上面的問題 所以學長非常推薦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進行 這個新芒骨池的硬豆 或是一季豆的充足示範 那學長稱之為就是 大水充法2.0 那建議呢 我們使用的濾脂 可以用這個 新芒濾杯同家的 就是可樂牌的極濾脂 因為它兩種濾脂 一種是一般的 一種是幾肌 就是 它的流速慢一點點 所以 搭配的骨池來用的話 它可以讓我們的硬豆 或是 易細豆 它的後半段的 甜感 口感 更扎實 所以我蠻鼓勵大家 一直用這個 當然你用一般的濾脂也可以 那你研磨度可以再 可能需要再調細一點 OK 那研磨度的部分呢 我使用的也比平常 再細一點 因為這樣子呢 我能面對這些硬豆的時候 可以更有效的萃取出它的 風味 那水溫呢 我也是用的比較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濾脂用比較慢 濾杯用比較慢 然後 粉比較細 水又比較熱 那這樣子會不會過萃呢 其實在 西芒古池的 它的均勻的流速之下 其實 不可思議的是 不太容易過萃 而且容易很飽滿 OK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過萃的問題 就盡量把萃取給它 吹高 讓你的硬豆 極淺豆 然後很貴的豆能夠發揮出它最多的風味 那我們就隨便開始 好 一樣放濾紙 然後 比較細一點 平常我如果是磨 小富士的 5.5 5到5.5 我今天大概是磨 4 3.5到4之間 所以是 使用蠻細的粉 我覺得 其實OK 好那待會呢 我們流程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悶蒸 那悶蒸的時候呢 我的秒數會拉到45秒 第二部分呢 我會 用大水灌水 就跟之前大水灌水是一樣的 但是呢我只灌到100cc 然後第三部分呢就是 正常的繞圈 然後一直到300cc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先做悶蒸 好 1 2 3 繞 兩圈 回中間 好43克 沒問題 然後悶蒸時間45秒 好 然後一直到 一分鐘的時候我們就給 第二段水 然後60cc 一口氣給 千萬不要客氣 因為那60cc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 大量的萃取出這些高級豆的 微妙的果酸 所以你千萬不要手軟 水小小的 其實那個酸味就不足了 所以千萬不要客氣 大水往正中間用力給它灌下去 你 辛芒古池它的流速沒有那麼的快 所以呢 它可以 不會讓你的水完完全全的流乾 但是可以處理出足量的 好喝的酸質 所以不要緊張 好 好準備還有10秒鐘 好 準備 正中間 一路給到100 就是 就是40加60的100 好正中間 好給水 小繞也沒關係 正中間一路給到 100 好 100.6 可以看到這段流速 非常的快 然後會 快速的 把這60CC的果酸 放到下壺裡面 然後等到全部流乾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進行 大量的浸泡 然後可以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辛芒古池的均勻的流速 好差不多了 好我們就正常的 內外圈給水 也這邊就不用太 太care了 就是中水 然後就順順的 往外繞圈 繞到最外圍 再繞回來 就持續給200CC 就順順的給就好 然後讓你的粉塵都均勻的持到水就好 不用太care 好一直給到 300 然後讓 辛芒古池呢 發揮出他的 均勻的順暢的流速就好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段後面從100到300CC中間 200CC的過程 我們就大量的使用浸泡的方式 讓我們的 甜跟Body 後半段 的味道能夠盡量的 被均勻的放出來 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給這麼多的水 但是呢 一路上他是順順的往下流 所以是非常均速的 那這個也就是帶 剛剛想跟大家講的 你的肋骨跟你的落水孔 設計的如果很勻稱 很剛好 就是他的排數 他的水壓力跟排數 如果能夠 剛剛好的話呢 他的流速就會順暢 那如果你孔洞設計的 過大 或是肋骨設計的不足 或過短的話呢 他就會形成了一個 不正常的 流速 我們差不多流完了 時間大概是 2分45秒左右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2分45秒其實也還好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剛剛 給了200CC的水 這麼多的水 一路灌到 新芒谷市裡面 他的流速其實是 好像淹水 但是他是順暢的 流掉 那 其實有時候不是怕淹水 是怕 不正常的淹水 譬如說 這一段他整個塞住了 那他就會泡過久 就會出現苦澀味 那如果我的流速是順暢的 其實不用怕淹的 那2分45秒 以 我們今天選擇的 比較細的淹磨度 流速比較慢的濾脂 還有 西芒谷汁的搭配主要來說 其實2分45秒 一點都不算特別的長 尤其是對於 硬豆 極潛烘培的豆子 或是像一一雞這種豆子來說 2分45秒時間 是很好的萃取時間 你太短了 反而萃不出味道 OK 那我們就來試喝一下 那學長今天沖的是 我們店裡面最淺的 Gashia Village 所以已經算是很淺很淺了 平常的沖起來 就是需要一點點技巧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用西芒谷汁跟學長今天研發出來的 大水沖法2.0的效果如何 一入口就可以感覺到 滿滿的香氣 我覺得這個 沖法本身就是 他讓香氣 跟後半部的味道 有個明顯的 分野 前半段香氣可以 墊得很足 然後後半段的口感 整體呢 是圓潤 而且是飽滿的 不會鬆鬆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看到 我們用 足夠多的時間 讓我們的水跟粉 進行萃取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做起來 我覺得很能發揮 辛芒谷汁的特色 也可以發揮這些 硬豆極潛豆的 精緻的風味 讓它很飽滿 OK 那今天關於 辛芒谷汁的 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當然學長可能知道還會研發一些其他的 針對 中烘焙或淺烘焙的其他衝法 那 西芒谷汁是個蠻有趣的濾杯 流速算慢 但是它很均勻 然後很適合進行這樣子 長時間的萃取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即將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